作曲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不及收到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60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老物 它是来自于真人电影第二集 Fest Action Battle 应该没有拼错吧 FAB级的Atmos Prime 前几天收到了一个二手品 那么FAB级的玩具可以说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收藏品系列 然后这个FAB的话呢 我先天又给大家做过07年的版本 那这个是09年的OP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多了一对的双刀 那它的双刀也是有点意思 首先真人电影第二集 它的L集的话呢 是由一个双刀弹射的 这个玩具呢 一样有 从这个地方按下去啊 它的这个刀的话呢 就会直接的弹射出来 然后呢 它的拳头呢 是可以缩进去的 缩进去呢 有两个用途 第一个呢 是变形的时候会用得到 第二个呢 则是它另外一只手 这个应该是目前我印象中吧 唯一一个可以手炮跟手刀同时存在的电影系OP的玩具 应该只有这一款了 它的话呢 附带一个子弹啊 子弹的话按下去的话 它是会弹射的 那因为年纪大了啊 弹射的力道不怎么样啊 各位 偶尔还是会有惊人之举的啊 好 那它的一个手炮 各位可以看一下啊 这里 OK 那它的手炮的话呢 是从这个地方 它是有一个卡扣啊 这里绿色的 灰色的一个凸 它翻上来的时候呢 到这边有一个蓝色的一个卡扣 是要扣住的 这个的话呢 是要稍微的去 往上推一点的那个扣到位 那各位也看到了 如果你把这个枪的这个位置放下去的时候呢 拳头呢 就会伸出来 所以它的拳头伸缩的话呢 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要方便我们的枪能够变形出来 当然这只手的话呢 手刀的部分呢 也是没有落下的啊 它的两手都是有双刀的 然后它的背包啊 它的卡扣的话呢 是这里有一个横向的一个结合卡扣 在这里把它给扣上去 那因为擦槽比较浅一点 而且呢 我拿到这一款的时候呢 因为收到二手品 那我习惯把这个球形关节 在这个地方给它加固一点 但可能加的太牢固了啊 导致于说呢 其实这个人物的手肘在转动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 这一块部件是跟着会动的 因为这里关节太紧了 所以就带动这个地方一起动 那就去推到后面的背包啊 这个是我个人的小失误啊 其实这个地方啊 完全不需要再去给它加固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的头雕啊 这个是因为毕竟是09年的玩具 那又是个FAB级啊 FAB级在当年的话呢 是定义在Deluxe等一支下的 那背包也比较大 但是玩具的塑胶很扎实很硬啊 然后细节的话呢 各位应该眼睛看一看也就知道了 可动的话就比较差强人意了啊 头部的话呢 是一个球关 那这里也是球关可以转动 手肘啊 看似有手肘 其实它能够 转动的幅度几乎是很有限 可能就有十度吧 能转到这么多了啊 能转到这么多了 拳头的话呢 什么以下都不能转了 腰身也是卡死的 脚前后踢可以 膝盖虽然能够弯 但是后面造型的限制 顶多也就转个三十度吧 脚踝前后动是变形的需要 并没有任何的接地啊 再次强调啊 这是一个2009年的玩具啊 而且定义是 这个FAB级是真的是 当年真的就是设计给低龄的小朋友来玩的啊 当然像我这么40多岁的低龄儿童也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就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 这个子弹到时候是可以完美收纳的 它的一个变形是这样子啊 脚放上去之后啊 我们先把子弹收进去好了 这两片部件往上翻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看到没 这里有一个弧形啊 有弧形在这儿 然后呢 这个子弹我记得是 你就稍微去卡一下 卡到差不多 这个卡到差不多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然后两腿的话呢 我们就做一个合并啊 合并的话呢 中间都有结合卡扣的 把它扣起来 那你就试着调整子弹 把它推进去一点 或拉出来一点 总而言之呢 它的一个背后是可以完全合上的 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顶盖啊 完全把它给合上 再来的话呢 是怎么做呢 这个把这个背包往前面提啊 然后腰身这个地方 往上面折90度 头再往前面 拉下来90度 就会变成这个形象 那在这个变形过程中的话呢 这个油桶啊 它是没有碾死 有时候会掉下来 虽然跟各位说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因为大部分的人 应该是不会有这个玩具的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呢 把这个手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形状 转上来之后啊 到这边啊 拼错出这个形状就可以了 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啊 把这个背板翻上去之后呢 这个记得手刀收起来 到这边 然后你会发现呢 两侧手刀啊 都把它折上去 中间有个结合卡扣 把它扣起来 这个第一次变的时候呢 说真的 我真的是没办法把它变形完成 因为你比较难去想象啊 然后这个就直接的卡 卡到后面来 这里 这里有个结合卡扣 把它给捏上去 那最主要还是靠上面了啊 这里把它给放下来 放下来的时候呢 看到没有 这两侧是有这个弧形的啊 这个弧形 这个弧形就是要去迁就这个 这个圆囱顶盖 这个 往下面提过来 好 放上去啊 这边 穿透过来 那这里有个重要的结合卡扣 在这里 这一块呢 按下去之后的话呢 这里有两个凸 在这个地方左右两侧都有 一样的记得把它给扣上去啊 啊 应该是先扣后面这两个 先把后面这两个对准之后 捏紧一下啊 因为它里面有个弹簧 所以它会一直蹦开 上面再扣起来 OK好了 这样一来就稳定性就很好了 最后再把这两侧的这个扣上去啊 就完成了我们这一个呃 这个这个变形钢 呃 真正电影第二集 快速变形组啊 Face the action battle 呃 一个Optomus Prime 那它的滚动性的话呢 啊 是非常好的 完全能够推的动 那子弹也完美的收纳在了这个车子的尾部 那这个车尾的话呢 啊 可能不是很完美 但是已经打趴了现在不知道多少 这个op的车尾的设计啊 不管是官方还是第三方啊 有很多车车尾就是货身驾驶的烂尾了啊 这个至少还是包的比较完整的 车型的话呢 当然比例有点奇怪啊 这个部分好像是稍微长了一些 那大小尺寸的话呢 我们弄一个第四级的一个Voyage class 来做个对比 然后它的这个长度啊 其实是长过于Voyage class的 然后大小尺寸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跟啊 近期的官方的一个 啊 Deluxe class做个对比 那可以说它的分量还是非常之足够的 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 当然是啊 如果长期收看我节目的人也会知道 我对于啊 09 07年的一些什么 啊 快速变形组啊 重力变形组这些系列 我都是有 挺有独钟的啊 甚至可能我也是 嗯 我觉得我应该是地球上收集 这个系列应该算收的比较 算是还比较多 比较齐的玩家了啊 这是我比较自豪的收藏系列之一 那这个就纯展示了啊 这个也不容易买到了啊 顺便提一下 他这个OP的话呢 他这个车头啊 你看到没有这个 进气口啊 他 他还是难得有这个弧形出来的啊 啊 所以这一款还是有一些其他的OP啊 没有的一个优点啊 手炮 手刀同时存在于一只手臂上 还有这个车头的这个啊 帅气的这个进气口 都是他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一个 应该是没有人 应该没有做到这样子的一个OP了吧 那这一集就给各位记得到这边 非常期待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